130 130米 你确定啊 他说了一个130米 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的 我总之呢 130米将最上次之内 关于这个海上是一个很新的记录 下去吧 像美人鱼这样 艾丽克斯开始向人类自由潜水的记录 发起挑战了 他的唯一目标 就是打破这项世界上最危险的记录 哇他这个脚谱也是特制的 对 两个是连在一起 这个当中他呼吸了吗 没有 一口气 一口气 不带任何呼吸设备 憋一口气下去 一口气一直在憋着 对啊 这是作为人这个物种 这在做一件从来没有人错过的事 变慢了 就是 他中间可能要调整自己 是 我看他的速度变慢了 他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 对 来了 来了 100米 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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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上就到了 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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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他掉头上去 他还要回去 拿到 Alex到达了130米的深度 他取得了标志物 开始反航 最危险的这段旅程也开始了 有超过80%的事故出现在返航的过程中 水压的急剧减小 让血液迅速离开心脏 会导致人出现眩晕 晕迷等严重事故 原来这才是最难的时候 好 现在已经三分三十多秒的时间了 那么随着艾里克斯身体内的氧气的进一步的消耗 和大量的二氧化碳的堆积 那么此次挑战最危险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两位安全员呢 已经开始下车来接应带领子 在距离水面20米的地方 安全员出发 陪伴他完成最危险的出水部分 哇塞 超人了 还有五米 四米 三米 两米 一项新的自由潜水的世界纪录在我们的见证下诞生了 三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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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